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气恶劣 船遇到了可怕的巨大风浪 水手们慌张的不知如何是好 狂风巨浪依然猛烈 但对船的威胁却减小了 船也渐渐取得了平衡 不拿东西 两腿都发抖 在负重前行 那不是更容易摔倒了吗 几起事故都是迷路的游客 在丝毫没有感到压力的情况下 一不小心滚下去的 胸怀理想 肩上有责任感的人 才能承受住压力 好 同学们在听完这几个句子之后呢 回想一下我们上几课学的一些重点词语 看看有哪些不懂的不明白的词 然后继续我们把它记下来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第26课 你属于哪一种盲 我们知道这个种呢指的是有不同的种类 那么作者很明显是把盲分成了不同的种类 那么我们在学完本文之后呢 同学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也就是自己的工作 学习 生活 确定一下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盲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作者是怎么写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热身部分 第一个 看一下我们这幅图片 想告诉我们什么 说一说你对这幅图片的理解 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重点词 也就是中心词是盲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 是不是这个人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盲 对 非常盲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幅图片告诉我们了什么样的理解道理 那么我们知道本课的话题是盲 有专家指出呢 大部分人的持续忙 忙碌都是自己主动选择的 对于很多超时工作 不停加班的人而言 不忙就焦虑 是他们普遍的困扰 变得忙碌起来 变忙 是提升自我评价的手段之一 先忙起来 也许你的痛苦就会发生一些改变 实验发现 尽管人类的本能是选择无所事事 也就是什么也不干 但是忙碌 但是忙碌却会提高人的幸福感 即使是被迫做一些任务 但是多做了任务的人 也比选择什么都没有做的人 快乐程度更高 所以盲呢 正面意义是 它真的能把你引向一个更好的生活 而什么是好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对此的理解都是不同的 所以说你要回答好这个问题 然后找到真正适合你的工作 或者生活 或者学习的节奏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请试着找出本课跟出行有关的词 我们在学完本课之后呢 同学们找一找跟出行有关的 上节课我们学的是行船 也就是在海上行驶 那么这次我们找的是出行 然后呢 找到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词之间有什么关系 另外如果有其他你知道的 和出行有关的词 我们可以提前在这写下来 比如说行礼 比如说托运 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 有一些行礼需要托运 像这个喷雾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贵重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导游 我们在旅游的时候需要有导游 出发 哪一天出发 行动 动身 然后日程 我们前几课学的日程 也就是你的这个时间计划 你每天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每天去哪个地方 好 那么剩下的 我们在本课生词中学完之后 大家回到这儿再把这里补充一下 好 我们再继续往后看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生词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忙碌 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就是讲忙碌 忙 那么忙碌呢 主要是指事情多 不闲着 不得闲 我们可以说忙碌碌碌 忙碌碌碌 AABB这样的形式 听下这个句子 为了大家的事情 他一天到晚十分忙碌 我们也可以说村长 为了村民 为了人民 为了农民 为了村民的事情 每天都十分忙碌 因为村长嘛 管着这个一村的人 需要让他们更好的生活 所以他十分忙碌 我们看文章中说的是 工作中的忙碌 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我们一会儿再看是哪三种 我们来看第二个 被动 被动 被动呢 指的是我们需要等待外力 也就是外人外面的力量 推动我们 然后才去行动 它和主动是一组反义词 我们应该都学过主动 在这写一下 是一组反义词 有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 工作要主动 不要被动 指的是要主动 也就是积极地去做事情 不要被动 不要等着别人给了你任务 你再去做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第二个意思 刚才说了 它是与主动相反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是指一些事情 由于受到了阻力 或者干扰 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 我们可以说 事情 由于事先考虑不周 由于事先没有考虑好 所以事情搞得很被动 所以事情变得很被动 也就是变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境界 境界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奴隶 奴隶我们知道是 这种没有人身自由的人 为了奴隶主而劳动 那么奴隶相对用的 有一个奴隶主 也就是主人 他常常被主人 这个就是任意的买卖 或者杀害 那么通常我们也可以比喻 这种身受残酷压迫和剥削的人 也就是这种很辛苦的忙碌 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的这种人 我们看文章中说 人追着赶着几乎成了工作的奴隶 也就是工作成了我们的主人 每天都要求我们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很主动的去完成它 要很好的计划自己的工作 不要变成工作的奴隶 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再看第四个 虚伪 虚伪呢 我们看有一个虚 那虚指的就是不真实 那么虚伪 更多的是形容这个人 不真实 不实在 很假 我们可以说 这个人太虚伪 也可以说 他对人实在 没有一点虚伪 可以这样来造句 我们再往后看第五个思想 重点来看一下 想一下 我们对所见到的人 每天见到的人 或者发生的事情 都会有自己的认知 或者看法 那么这个思想 就是我们大脑思考的结果 比如说 如果你认为 男人和女人具有相同的权利 那么就说明 你有男女平等的思想 这是你大脑思考的结果 也就是你的认识 你的看法 我们可以说 思想深刻 这个人的思想很深刻 他总是想问题 想得很周到 想得很全面 思想开放 这个人思想很开放 也就是他能够以开放的这种 心态去对待别人 和人交流 我们也可以说 平等的 健康的思想 思想转变 之前我们学过态度的转变 我们也可以说 思想的转变 之前我认为男女平等 然后你转变成了另外一个观点 所以说 这就是你的思想转变 然后做好思想准备 当你在和 比如说和未来的 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爸爸妈妈 见面的时候 要做好一些思想准备 他们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 你应该想好应该怎么回答 这个意思 表达自己的思想 也就是表达自己的观点 思想上不重视 不重视也就是觉得不重要 这个意思 有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不爱学习的人 会产生一些退学的思想 也就是不想上学了 另外我们也可以说 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 也就是我们两个人沟通的很好 我们听一下这个句子 我很想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有很多这个对教育有关的看法 观点很读到很深刻 我们就可以称它为教育思想 那么我们需要去研究一些孔子的教育思想 才能让我们对这个教育方面更加的深刻 这个意思 好 我们再继续往后看 嗯 反省 反省呢 指的是回想 自己的思想或者行动 检查我们犯的错误 检查其中的错误部分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 自我反省 也就是自己反省自己 回家反省 有时候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受到了老师的批评 犯了一些错误 那么老师要求我们回家反省 也就是我们需要回家 自己想一下自己哪里做错了 嗯 停止反省 这个比较严重了 就是你被这个辞退了 也就是你的老板不要你了 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你回家 不能工作了 回家进行反省 这个比较严重了 那么他和反思 也是一组进一词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段吧 嗯 好 那么工作中的忙碌 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哪三种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忙 忙得很被动 刚才说了 与主动相反 也就是需要别人推着你 你才做工作 别人催着你才可以 所以说总是被事情追着赶着 看着这个意思 人几乎成了工作的奴隶 刚才说 如果你不好好规划 不提前做好的话 那么你总是会有更多的工作 等着你 那么你就会成为工作的奴隶 第二种忙 忙得很主动 忙而不乱 人是工作的主人 所以说第一种 我们成了奴隶 很辛苦 第二种呢 主动一点 我们就能成为主人 同样的活 所以我们要更加主动一些 第三种忙 忙得有些虚伪 为什么 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中 已经把忙与成功 嫌与失败 联系到一起 这样的人总是想办法让自己忙 也就是他觉得 只要你忙就是成功 只要你嫌就是失败 那么这两者 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说这是错误的思想 这样的人呢 是想办法让自己忙 这是一种很虚伪的 自己骗自己的一个行为 那么你属于哪一种忙呢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大家不要觉得 你听完了课 你就学会了 其实呢 你是应该主动的去思考 记忆背诵 这些文章中的重点词 研究这些语法 背过一些重点的这个语言表达 之后 你才是真正的学会了 不要总是自己骗自己 是这一种意思 所以说我们看来第二种是最好的 要主动一些 积极地去学习 这样呢 能够自己很好的把握时间 以至于同样的事情 我们不会成为奴隶 而是成为工作的学习的主人 我们来看后面 我有一个体会 现实中 我们不一定知道 正确的道路是什么 我们看 但后面啊 重点 实时反省 总结 却可以使我们 不会在错误的道路上 走得太远 也就是我们 很多时候可能走错了 我们的人生道路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 实时反省 总结 也就是自己 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一些事情 或者什么导致你 很虚假的忙 或者很被动的忙 但是呢 却没有成功 这个时候我们及时 即使改正 就能够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停止 然后走向成功 好 所以注意 记得几个重点词 被动 然后主动 虚伪 这三种 我们需要做的是反省和总结 好 我们再继续往后看 稍微快一点 第七个 据说 据说指的就是据别人说 听别人说的 我们也可以说 据说今天 据说今天下雨 比如说听别人说 今天可能会下雨 据说今年冬天气温很高 都可以这样来造句 第八个 个性 个性呢 指的是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 或者和教育的影响下 所形成的比较固定的这种特性 比如说一个人的气质 性格 智力 意志力 情感 兴趣爱好 等很多方面 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个性 另外一种意思就是与共性相反 反义词 我写一下 共性 我们知道共有共同的意思 共同相同的 所以说个性与它相反 指的就是 一个事物 一个人或者事物 区别于其他事物的 个别的 特殊的这种方面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人 很个性 也就是他有很特别的 很特殊的 这样一些 特点 比如说 技智 性格 这些 好 我们再来看第九个 冒险 冒险呢 指的是不顾危险的进行某些活动 我们可以称冒险家 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的贝尔 冒险家贝尔 他非常的 不顾危险 去很多危险的地方 自己 独立生存 我们也可以说冒险行为 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 冒险 我们可以说 我劝你 别去冒险 就是希望你不要去 做这种 不顾危险的事情 要考虑一下后果 考虑一下不好的这种结果 这个人的爱好是冒险 也就是他喜欢做一些 很刺激的这种 很高难度的 高危险的这种 兴趣爱好 比如说这个蹦极啊 跳伞啊 这种 这种潜水啊 很危险的这种活动啊 冒险 我们再来看第十个 丛林 丛林呢 指的是 比较茂密的树林 可以说热带丛林 亚马逊 这个森林 丛林 进一词 和尚 聚集的这种地方 我们也可以称为丛林 但是呢 大部分我们指的就是这个 森林 我们知道它和森林 是同一词 就可以了 森林 树林 好 我们来看十一个 文明 文明 文明呢 我们可以指人类 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 但是特指的是这种精神的财富 精神上 比如说文学 艺术 教育 科学 很多这样的知识 我们经常说精神文明 指的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 然后呢 具有很高的这种文化的状态 我们也可以称作文明 啊 高文明的一个状态 高文化 嗯 它和粗俗啊 野蛮啊 这种都是反义词啊 第十二个 记录 嗯 记录 我们来重点看一下 嗯 我们想一下 之前我们说过 嗯 关于一个运动员啊 比如说这个刘翔啊 他跑步的时候 跑出了最好的一个成绩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啊 之前刘翔有一次跑步 跑了十一秒多 那么他的这个 最好的成绩 我们就可以称为 一项新的 啊 记录 啊 一项新的记录 一项新的世界记录 甚至可以说 嗯 好 我们来说 听几个这个词语的搭配啊 一项 啊 世界记录 啊 吉尼斯世界记录 大家应该听过 嗯 创造记录 啊 刚才我们说 刘翔创造了记录 嗯 那么我们同学们也可以 努力学习 创造一些 啊 在自己这个专业方面的记录 啊 一百米自由泳 全国记录 嗯 他打破了一百米跑的 亚运会记录 啊 亚洲奥运会的记录 一部记录片 啊 我们知道这个电影有不同的影片 啊 不同的类型 有记录片 也就是记录这种 啊 不同的人 或事情的 嗯 拍记录片 啊 拍记录片 我们知道有这个 啊 舌尖上的美食 啊 舌尖上的中国 他是在介绍中国各地美食的 被人雇佣 啊 雇员 啊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说 付一定的报酬给别人 啊 然后让人 啊 给我们 开车 或者开船 啊 为自己服务 我们可以说雇车 啊 雇船 嗯 好 我们再来看 第十四个 来 嗯 来我们学过很多个意思啊 基本上指的就是 和去相反 啊 比如说从别的地方到我们说话人所在的地方啊 啊 也可以指发声啊 来到 比如说问题来了啊 啊 我们也可以说 做某一个动作去代替那些更具体的动作 比如说 来一场篮球比赛吧 也就是我们打一场篮球比赛的意思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这儿学的就是和这个叙述 此这儿有关的啊 一来二来 嗯 指的就是呢 啊 第一第二 这样一个意思啊 也就是表示顺序 嗯 第一第二 这是第一怎么样 第二怎么样 那么一来 二来啊 也就是进行一个啊 啊 number one number two 这样一个啊 分层 好 第十五个 P 嗯 啊 其他的意思我们就先不讲了 大家主要记得来啊 那几个基本的意思 然后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重点的 新的就好了 啊 第十五个P 嗯 P呢 我们今天学是啊 这种啊 一组啊 或者很多人啊 这个意思 指的就是很多的货物啊 或者很多很多数的人 比如说一批纸啊 一批口罩 一批帽子 嗯 然后今年第一批啊 去北京的同学已经走了啊 今年第一批这个获得奖学金的人 已经确定了啊 你就下次再来啊 我们可以说这个P啊 也就是啊 一组人 也就是很多人 或者很多东西就好了 嗯 然后第十六个 出色 出色呢 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就是 特别好啊 超出了一般的这种好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表现出色 啊 他在啊 他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色 嗯 他们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好 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 出色有很多的这个同义词啊 我们课下都可以整理一下 比如说这种突出啊 卓越 优秀 精彩 啊 啊 杰出 啊 我们都可以自己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一种好的 保一词 贬一词 我们可以一起整理 十七个啊 剑步如飞 啊 剑我们知道是健康的啊 那么健康的脚步指的是这种脚步快 然后有力量 然后有力量 也就是这个人走路走得非常快 像飞起来一样啊 啊 剑步如飞 我们知道如呢 就是像什么一样 好 我们稍微讲快一点啊 第十八个 一连 一连呢 指的是这种动作连续不断的啊 或者情况连续的发生 比如说一连三天 也就是一共连连续的三天 啊 一连下了两天的雨 嗯 今天一连参加了好几个会议 啊 我们都可以这样来说 也就是连续不断的 第十九个 耽误 耽误指的是因拖延啊 或者错过时机而耽误了一些事情 听下这个句子 快走吧 别耽误了 看电影 嗯 啊 这个 局 啊 办手续 很繁琐 啊 很多步骤 实在耽误时间 啊 耽误时间 好 我们来看第二十个 至于 哦 至于我们在这儿学到一个介词 嗯 也就是提到他说的这件事情 嗯 表达啊 达到某种程度 另外一种意思 比如说他说了要来的啊 也许晚一些 应该不至于不来吧 也就是不会到达不来的那个程度吧 啊 另外一个意思 好 我们再看到啊 这个主要看一下介词今天就好 好 也就是至于关于这样一个事情 也就是我们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提到另外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至于 嗯 比如这两年来啊 村里新盖的房子有两百间 啊 有很多的意思 至于村民 天制的电器 日用品 就更多了 那么前面再说 村里的房子 有很多 后面我想要提 啊 这种电器 日用品 我就要用到至于 啊 也就是 另外提一件事情 好 我们再来看21 投资 嗯 投资呢 指的是我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 而投入这种资金 啊 这是动词 当然名词也可以指我们投资的这个资金啊 投资的这个钱本身 另外一个名词 好 我们可以说 投资办厂 啊 投资办学 投资了一百万元 啊 都可以这样来说 嗯 名词呢 我们可以说智力投资 啊 都买一些书 智力投资 啊 一大笔投资 也就是一大笔钱 好 我们再来看22个 人物 嗯 人物呢 指的是在某些方面 非常有代表性的 啊 或者具有突出特点的人 比如说英雄人物 啊 我们知道有很多英雄人物 嗯 后面我们也可以说 特指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 啊 比如说 别看他二十几岁 啊 在村里也算是个人物 啊 就说明这个人挺重要的 另外我们也可以说文学或者艺术作品中所描写的人 啊 这种以人物为题材的中国话 好 你再来看23 嗯 得罪 得罪呢 指的是招人不快 或者怀恨 啊 冒犯了别人 嗯 啊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这样说 出言不逊 啊 多有得罪 啊 请包含 也就是啊 说了一些可能有些冒犯的话 请多原谅自己的意思 嗯 他做了很多得罪人的事 啊 也就是他做了很多让别人不高兴的事情 啊 大家知道这个冒犯就可以了 让人家别 啊 别觉得不开心 啊 不快 24 总算 啊 总算呢 指的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以后 我们达成了某些愿望 啊 比如说 一连下了六七天的雨 今天总算晴了 啊 我们可以这样说 嗯 嗯 我们也可以说 啊 经过三年四年的学习 我的汉语总算达到了HSK六级了 啊 非常好的意思 嗯 啊 比如说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 啊 一连想了好几天 总算想出来了 啊 也就是最终想出来的意思 然后我们再看后面 搞 啊 一个动词 嗯 指的是呢 做 啊 我们之前学过的做 做什么样的事情 从事什么样的事 啊 干什么样的事 好 我们可以说 搞生产 啊 搞工作 搞建设 啊 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指 就是努力的 啊 设法 想办法 获得 啊 或者得到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搞点水来 啊 也就是啊 去哪儿找一些水过来 嗯 搞材料 去得到一些材料 然后26 习俗 指的是我们的习惯和风俗 每个地都有不同的习俗啊 每个国家也有不同的习俗 我们可以说民族习俗啊 这个民族有很多的习俗 嗯 山村习俗 这种经过很长时间的形成的啊 好 我们再把此看完再一起讲 然后27 灵魂啊 灵魂呢 我们指的是这个 嗯 有些迷信的人啊 会相信这种在人的躯体上附着的一些非物质的东西 啊 比如说人觉得人们死亡后就会有灵魂出现 啊 另外呢 我们可以指这种比较抽象的心灵 思想 它有很 它有很纯洁的灵魂 啊 然后也可以指人的人格 良心 嗯 最后因为灵魂呢 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 会有一个主要的 主导的 或者决定因素的这样一个意思 比如说 德育 啊 也就是品德的教育 是素质教育的灵魂 啊 最重要的一部分 好 我们看28 疲劳 嗯 我们想一下 如果一个人看起来很累 应该怎么来形容他 啊 我们今天学一个新词 就是疲劳 啊 我们可以说身体疲劳 身体很累 视觉疲劳啊 也就是眼睛看久了 会产生视觉疲劳 容易疲劳 过分疲劳 啊 感觉疲劳 或者忘记疲劳 我们可以这样来搭配 疲劳的旅行 很多时候旅游的时候会觉得很累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疲劳的旅行 嗯 想一下开车的时候啊 你都开了一上午车了 嗯 疲劳驾驶是很危险的 好 我们再来看29个 哲理 哲理指的是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原理 我们可以说人生哲理 啊 或者是我们学过的一些诗句 啊 他们都富有很多的哲理 嗯 三十 提倡 提倡呢 指的是指出事物的优点 鼓励大家使用或者实行它 啊 我们经常提倡说普通话 我们知道中国各地有不同的方言 但是我们提倡大家说普通话 这样我们所有人都能交通 交流沟通很方便 嗯 提倡勤俭节约 提倡光盘行动 之前的把这个食物都要吃干净 三十一步骤 我们来看一下步骤 想一下我们啊 在回到家的时候 应该如何打开这个我们房间的这个门 啊 是不是首先掏出钥匙 啊 然后开始啊 插到这个锁孔里面 然后转钥匙 推开门 那么这个一系列的过程 我们就管它叫做步骤 啊 步骤 有很多不同的步骤在里面 我们可以说学习步骤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很多的步骤 首先是学单词 然后学句子 学语法 最后再记忆 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输出 这样能自己深刻地记在自己的脑子里 我们的学习步骤 我们也可以说工作步骤 啊 比如说解决这件事情需要三个步骤 嗯 你好好检查一下是哪个步骤出了问题 我们都可以这样来造句 好 我们来看一下文章吧 嗯 从这开始 据说曾经有一位很有个性 刚才讲了啊 有自己特殊的特点 极爱冒险的大导演 到南关丛林 到这个地方 拍有关古代印加文明的纪录片 拍影片 拍的是有关古代印加文明的 嗯 他雇了 啊 花钱请 二十来个 啊 也就是二十多个 嗯 当地人为他带路和搬运行李 嗯 这批当地人 这批也就是这些 啊 各个都表现出色 表现得很好 尽管他们背着重重的行李 但他们 角力过人 啊 箭步如飞 也就是走得非常快 一连三天 啊 连续的三天 他们都很顺利的实现了原定的计划 到了第四天 到了第四天 大导演 一早醒来 就催着大家上路 然而 啊 注意一下 当地人 他可不敢 他可不敢 他可不敢得罪 也就是不敢让人家不高兴 经过沟 经过沟通 大导演 大导演 总算搞明白了 啊 也就是清楚了 啊 把这个事情最终弄清楚了 当地人自古就有一种 就有一种习俗 啊 也就是他们时间很长形成的这样一个习惯 在赶路时 用尽全力向前冲 但每走上三天 便要休息一天 啊 这是他们的一个习惯 当大导演进一步询问原因时 当地人的回答令他受益终生 啊 也就是回答的 这个答案非常的有用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的答案 那是为了让我们的灵魂啊 能够追得上我们赶了三天路的疲劳的身体 也就是你的这个灵魂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以外的 除了你身体上感觉到的 还有你精神上觉得的 嗯 多么富有哲理的话 在这个提倡和鼓励竞争的时代 我们常常只顾低头拉车 却少了抬头看路 嗯 少了思考总结这一重要的步骤 那么全文最后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思考和总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嗯 好 我们看完文章之后来看几个重点的词 首先第一个来 刚才讲啊 它是注词用到十百千 啊 等一些数词或者数量词后面 表示概数 就是大概 它雇了二十来个人 也就是二十个左右 有可能二十几个 或者是不到二十个 嗯 按照老人教的方法 它几乎每天都能钓到五斤来重的大鱼 也就是这个五斤左右的大鱼 来呢 还可以用在一二三等这些数词后表示 这种结构 啊 列出理由 嗯 我们看 今天 今天是大年三十 我们来看看大家啊 一来 也就是第一个原因 是给大家送水果 二来 第二个原因 是看看大家过节 还有什么难处 我对上海很有情感 啊 一来 上大学时 在那住过几年 第一个原因 上大学 二来 我太太也是上海人 这是第二个原因 好 那么给同学们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做一下这三个练习题啊 嗯 注意一下这个来的意思 嗯 好 第一个 这所学校是小班上课 啊 每个班 只有 我们可以说十来个学生 啊 每个班只有十来个学生 嗯 形容这个班呢 都是小班啊 第二 四川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我们可以说 去旅游 起码要花半个来月的时间 啊 也就是形容这个时间有点长 因为它好玩的地方 太多了 第三个 你下班走路回家吗 为什么不坐车呢 我们提到为什么的时候 就可以回答原因 然后呢 我们用到一来二来啊 这样来举例子啊 说原因 我们可以说 一来路不太远 距离不远 路不太远 二来走路还可以锻炼锻炼身体 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二个 至于 动词表示达到某种程度 多用于反问句 刚才说的 嗯 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 你至于生那么大的气吗 也就是 你生那么大的气 这种程度 啊 什么 一件衬衫要一千来块钱 哪至于那么贵呢 也就是到不了那么贵的程度 嗯 第二个 做戒词的时候 刚才讲了啊 用在 什么A 然后至于B 结构表示 另外啊 也就是再提另外一件事情 刚才文章中说 至于 这部影片的投资人 可是一位大人物 他可不敢得罪 也就是前面再说 A 然后至于后面 就是说到了投资人了 就是换了一个话题 我们再看这个 我只知道 他是六班的学生 知道他是谁 至于 说另外一个话题 住在哪 我就不清楚了 好 同学们 来把这三个句子做一下 嗯 好 非常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哈 我只记得他说过 要去买礼物 前面再说一件事情 至于买什么礼物 我也不知道 也就是至于后面 再说另外一个事情 第二个 好 我刚毕业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到工作 那么这是A事件 至于找你 女朋友的事 现在还不想考虑 那么至于后面 B事件 就是在提另外一个事情 第三个 听说李扬病了 明天的活动 他恐怕参加不了了 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回答 告诉他吧 还是身体最重要 至于那些活动 都是小事 可以这样来回答 也就是前面A 后面B 用至于来转换一下 我们来看后面 总算 父子表示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 我们终于实现了某种愿望 比如说总算把活干完了 可把我累坏了 也就是经过很长的时间 第二个 总算可以表示 大体上还过得去 注意这个意思 刚才我没讲 虽然我对这家宾馆不太满意 但总算有个睡觉的地方了 也就是还过得去 还可以 这个意思 临走前能和你见上一面 这趟这趟总算没有白来 也就是这趟行程旅行 还过得去 还可以 好 我们学完之后呢 看一看这三个句子 应该怎么来回答 完成 完成下面三个句子 给大家一点时间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非常好 第一个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总算弄明白了 也就是经过很长时间之后 终于清楚了 知道了 其实他没回老家 一直在这里打工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也就是事实上 第二个 李强 李强的咖啡馆 准备了半年 又是装修 又是办各种手续 真不容易 我们看经过很长时间 首先半年 然后装修 办手续 不容易 我们可以回答 是啊 现在总算开业了 总算就是最后 终于开始营业了 这个意思 第三个 李强这次化学 考了78分 比期中考试提高了10分呢 我们看 他是有进步 对吧 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 化学是他最头疼的科目了 也就是他最不喜欢的一个科目 总算是及格了 或者总算是进步了 因为这个78分啊 我们可以说总算是进步了 好一些 好我们再继续往后看 看一下 看一下总算和终于 这两个词 首先呢 它们都是副词 都表示经过较长时间的变化 或者等待 出现了某种情况的意思 比如说 这青年后来努力学艺 总算 终于有了一点小名气 这个意思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不同点 那么总算 是事情的结果 一般都是我们希望 发生的事情 一般都是我们希望发生的 到北京的第二年 我总算找到了一份 比较满意的工作 这是我们希望发生的 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然后终于呢 事情都是希望发生的情况 但也是可以 不好的 不如意的情况 比如 尽管他也很想去 但他终于还是放弃了 留学的打算 也就是最后 然后第二个 总算呢 还可以表示大体上过得去 但是终于没有这个意思 刚才我们讲的 他才学了半年外语 能说成这样 总算不错了 也就是 还可以 还不错的意思 好 那么下面我们在学完 总算终于之后呢 来选择一下 这几道题 应该选哪一个更好 首先看一下例题 他多次想告诉他 但没说出口 我们选的是 终于 因为终于 我们知道 后面可以加 不好的情况 终于是 既可以好 又可以不好 但是总算 我们都是 说的好的结果 而没说出口 不太好的结果 然后第二个 同学们看一下 应该选哪一个 非常好 第二个 可让我担心的事情 担心的是 是不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 所以我们应该选的是 终于 还是发生了 好 第三个 整整一个星期 没出门 我 把这本厚厚的书 读完了 这个我们可以选择 总算 或者 终于 因为都是在说 经过很长时间的 这种努力 之后我们出现了 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选择 这两个 好 然后第四 听了李扬的这些话后 妈妈 什么 有点放心了 嗯 好 我们选的是 总算 总算有点放心了 有点放心嘛 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大体上还过得去的 一个感觉 好 我们再看后面 最后 嗯 最后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把这个简单说一下 给大家一些词语 被动 努力 主动 虚伪 嗯 还有这个 纪录片 故 出色 一连 耽误 投资 沟通 灵魂 啊 同学们利用这些词呢 课下的时候 把我们的文章 用自己的话 表述一下 嗯 另外 我们还有一个题啊 同学们把这个拍一下 课下自己 用自己的话 把文章说一遍 我们之前 一直在做的 然后呢 那我们再把 这儿啊 同学们课下 把这儿 完成一下 本课 生词中的一些 与出形 有关的词语 那么 下节课的时候呢 我来给大家 讲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 先上到这儿 下节课我们讲第二部分 同学们下课吧 哦 感谢观看